Head-up Display 由高檔變平民 加上一個 App 反光就能用到 用不花錢加裝 對,但真的適合了一半 手機 App 始終不是專為 Head-up Display 而設 反光度始終不可靠 Head-up Display 平民化 就像這個一樣,便宜的幾百元有交易 還有齊時速、水箱溫度、電壓等功能 而且安裝又簡單 如果你想不貼反光膠片都可以 看看這個示範便會知道分別 你說可否用?其實都頗好用 因為Head-up Display 本身的作用 就是不需要污頭看錶板的速度和其他東西 但如果這個Head-up Display 有一個導航 便更加好 最不好是這塊膠片設計 如果設計得好一點 或是它本身是有黏力的 便更佳了 因為現在我們這樣示範 便用雙面膠紙貼上去 其實都不算太美觀 而且走線亦是另一個問題 要美觀便要花點時間走線 否則不單止不漂亮 還有可能會阻礙到自己的駕駛